我们首先来关注新进货批的上海自由贸易区 在一系列自贸区新政当中 金融领域的改革最引人注目 一般来说在汉堡迪拜香港这样的自由贸易区里面 可以实现货币自由兑换 贸易货物长期存储 个人跨境购物免税等等优惠措施 作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试验田 上海自贸区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国内经济界的热切关注 未来哪些措施能够走出上海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试验呢 更是观察者心中一个大大的问号 证券时报消息称 在整体方案中 上海自贸区有望先行先式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开放 未来企业发人可在上海自贸区内完成人民币自由兑换 可能先行推动境内资本的境外投资和境外融资 根据财新网的报道 方案还将涉及离岸商品期货交割仓库 融资租赁纳入出口退税 中资银行离岸业务 设立外资医疗保险机构 实现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 设立外资民营银行以及合资银行等措施 上海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设计越来越清晰 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国际中心 比如有人说是香港 有人说是新加坡 有人说是伦敦对吧 那其实不排除就是说 呃我们可以人民币的离岸中心也可以完全是在呢 可以就在是就可以在上海 这里面可能最主要的一个是整个资金量的大小 一个是整个定价权的这个这个定价话语权是在谁的手里面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离岸美元的市场来讲 最开始其实整个离岸美元的市场也是也是在美国纽约市里面 就是虽然它是离岸的 但它仍然整个这个定价机制仍然是在整个市在在岸 所以从这角来讲 我觉得说可能一方面可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一方面的可能可以又能够保证我们 对于整个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整个这个利率的和货率的这个决定 可能有更强的一个影响力 朱宁认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环节 是建立离岸的债券市场用交易来运凭由豪赌人民币单边升值引发的市场波动 并为资金定价提供基础利率 不管是放开汇率管制实施利率市场化 还是开展离岸金融 放开人民币投融资 上海自贸区的一系列措施 无一将涉毒目前国内金融业的很多个禁区 这就给监管部门带来了很多压力 对于自贸区金融改革到底要打开多大的口子 此前呢就有过不少的争论 在上海自贸区方案征求意见阶段 包括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在内的多个部位 对于一些具体开放举措的尺度仍有所保留 但来自市场的声音颇为一致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认为 中国通过加入WTO获得了通往国际市场的机遇 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全球化 上海自由贸易区将开启中国第二阶段的全球化 通过减少贸易壁垒加大开放 倒逼国内加快改革步伐 也就是说上海自贸区建立的过程 其实就是与世界管理水平监管范式相接轨的过程 就具体业务而言 业内也希望因为开放带来的竞争 给中国金融机构转型升级加把劲 我个人其实觉得这个从牌照来讲 或者说从整个银行的发起设例来讲 我们整个监管的思路都有一个进一步 像国际化并轨的这么一种趋势 因为我觉得在国外 我觉得很多时候银行的业务 除了在这个银行监管条件里面 明令禁止的之外 那么其实很多银行都可以自己提出 进入创新可以提出新的产品 那么现在很多监管其实是关注到 不只是整个银行的主体 而且关注到整个银行的业务 从这角来讲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种放松管制的一种改革 我个人倒是觉得说 如果能够鼓励更多的一些外资银行 进入到自贸区里面开设业务的话 其实很大的一个好处是在于 他们可能可以带来一些很好的 关于风险管理 关于国际业务的一些经验 和一些这种先进的管理技术 那么看到过去中国银行业 整个过去十年高速的一个发展 其实也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咱们国资银行 和一些外资银行的合作 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是在自贸区内的话 我个人其实不会特别担心说 这个外资银行很快挪了咱们国资银行的奶酪 除了来自监管的担忧 上海周边省市对于上海自贸区究竟有多大的能量呢 心里也没有底 江苏的一家研究机构就坦言 如果中央给上海的政策颠覆改革以来的常规套路 那就意味着自贸区短时间内会吸引住巨大的经济资源 那么周边的省市怎么办 由此可见在设立自贸区的问题上 部门利益 行业利益和区域利益出现了重合和冲突 如何凝聚力量 协调不同的利益主体 继续推进进改 考验的正是改革者的勇气和智慧 好 我真的好 没通关系 我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